特朗普升东击西,美国打叙利亚只是做样子,真正目的终于暴露。 北京时间4月7日凌晨,部署在地中海东部海域的美军两艘驱逐舰,使用59枚舰对地战斧巡航飞弹,打击了叙利亚沙伊拉特、L、Sharat、空军基地。 五角大楼声称,初步迹象显示,这一空袭严重坏了该机场的叙利亚飞机,后勤补给设施和装备。 不过据外媒报道,有关该空军基地受损情况有互相矛盾的说法。 美方称,约有20架叙利亚飞机被,叙利亚军方称,12架战机和直升机,一座燃料库和两条起降跑道被击中。 俄罗斯军方则宣布,空袭带来的军事影响,微乎其微,59枚巡航飞弹中的大多数落点盲目,只有6架战机被击中,这些战机将得到修理。 而据侵反对派阵营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站通报说,就在遭受美军飞弹袭击后的当日,两架苏霍伊战机就从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升空,对霍姆斯、Holmes、市东部,反对派控制地区实施了轰炸。 官方媒体也报称,战机从该基地起飞,降落。 沙伊拉特空军基地位于叙利亚中部省份霍姆斯。 可以看出,其实美军这次对叙利亚政府军的打击并未造成致命性的结果。 而就在打击发生后的第二天,朝鲜坐不住了。